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围棋的不仅是历久弥新的中国六部局 红篇巨著 古朴心结 它更用自己的一生来为我们诠释了超越自我的精神 11月5号的上午10点在中国祈愿 我们中国围棋界是为陈老举行了追思会 这位为围棋奉献了毕生经历的长者 他虽然是离开了我们 但是他却永远地活在围棋里 我们相信在另一个世界 应该还能听到罪人的落子声 好了 来看一下本周的奇谈动态吧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金利智能手机杯 全国围棋甲级连赛的情况 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是在第17轮赛会制 在辽宁省葫芦岛市进行的比赛的情况 葫芦岛市拥有着广泛的围棋群众基础和良好的围棋氛围 一个大型的国家围棋训练基地也会落户在此地 本周围棋联赛已经进行到了第18轮 目前重庆冷酸林队是以3分的优势继续领跑 百灵和苏布尔杭州紧随其后 而安徽宁国市政队紧急16分 一只脚已经踏进了降级的门槛 同样徘徊在降级边缘的 还有辽宁绝华岛 安徽华裔和山东紧之九夜 接下来我们还将会为您带来 穷龙山冰胜杯世界女子围棋赛 和百灵爱透杯世界围棋公开赛的赛况 我们稍后继续 好 各位旗友欢迎回来 第三届穷龙山冰胜杯世界女子围棋赛 在9月30号是在苏州拉开了战幕 代表中国 韩国 日本 欧洲 大洋洲 以及中华台北的16位选手参加了比赛 中国选手表现了强大的实力 八强赛后剩下的结尾中国棋手 最终 李赫在决赛中呢 是战胜了瑞乃伟获得冠军 同样是在9月30号 首届百灵爱透杯世界围棋公开赛 在贵州省贵阳市进行 这项由中国主办的第二个世界职业围棋大赛 中国的年轻棋手表现经验 包揽了前四名 半决赛胜负倒向了比赛经验丰富的一方 周睿扬 陈耀叶以2比1的比分 战胜了谢尔豪 唐伟星获得了决赛选 这项新的围棋世界大赛 为2012年度的中国围棋增添了两大亮点 首先是要在该项赛事上诞生出 中国的第9位世界冠军 23岁的少年棋手谢尔豪 杀入了世界大赛的前四 创造了中国选手在该年龄段的最佳战绩 好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请上我们的老朋友 王源八段和贾倩出段 为我们带来金力智能手机杯 全国围棋奖级联赛中的精彩对局 这盘棋是在古力九段与陈耀叶九段之间展开的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各位企友大家好 现在我们就为您解说这句棋 这句棋是2012金力智能手机杯 第十八轮的重庆队对北京队的主将战 由我和王源老师为大家解说 好的 好的 我们很高兴给大家介绍 金力智能手机杯 维甲联赛第十八轮的棋局 那么贾倩说话之间 在金力手机杯历史一年 现在进行到十八轮了 全部要下完应该是二十二轮 对 十八轮 因此到了这个阶段 无论是争夺冠军的队伍 还是在降级圈里要拼搏 或者打一个引号要挣扎的队伍 这会儿都是最刺激的 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一盘 实际上是重庆队和北京队 北京中信队他们成绩也很好 但是重庆队是遥遥领先 重庆队一直就是从维甲 大概是从六七轮左右的时候 就是一路领先了 对 看看他们是不是要重新 重温过去的记录 就比赛最后一场还没到来的时候 重庆队已经提前夺冠了 过去有这样的历史 当然别的队伍是不赞成的 包括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北京中信队 那么这个是两支队伍的情况 还有两位棋手的情况 我们也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鼓励九段不用更多的个人资料介绍 成要月九段也不用 也是最近风头震惊的一个 可以算是年轻棋手 年轻 非常年轻 而且他好像是等级分排名第一 对 目前的等级分第一人 对 前不久呢 在他们11月3号下这盘棋之前 实际上成要月九段获得了一个世界 就是百灵杯世界 对 就是我们中国最新举办的一个世界比赛 百灵杯的刚刚打赛了决赛 对 将和他争夺冠军的是另外一位 比他还要年轻的棋手 对 应该是他的同时代的棋手 周瑞阳 周瑞阳 对 我们期待着另外的精彩的好局 今天这场棋非常棒 那么这两位都是大棋手 不用说 但是他们之间的鼓励是很好 因为在我的记忆里 陈耀叶当然比古力年轻了 但是他就是从古力的手里 把中国的一个大冠军夺掉的 这就是中国天元 到现在为止 这个陈耀叶还是天元 当然在此之前 他向古力大哥是交了学费的 好像在世界比赛的决赛中 就是陈耀叶15岁的时候 第一次打进RG杯的决赛 但是他当时马上就要打破 李昌浩16岁夺冠记录的时候 就是被鼓励阻止了 挺好的 现在我们中国的年轻高手很多 行 贾倩我们开始给大家聊这盘棋 这是这两支队伍 事关重庆是否夺冠 当然也关系到北京国安 是不是要中信 北京中信 是不是要夺冠了 那么同时呢 这盘棋又是主将之战 黑棋是陈耀叶 何无疑问 这样的起义是非常有意思的 王老师我还记得去年重庆队的 也是威甲联赛最后一轮 就是领先三分 但是输给辽宁队 然后因为主将胜 只好去居亚军 哦 是这样的 哎呀 你看我这岁数大了 我都忘了 还真是到最后一轮才见分享 是 所以说也不能说他们 就肯定怎么样 是 对对对 因此嘛 到我们经历智能手机杯 维甲联赛的第十八轮 到这个最后的倒计时的 这几轮当中 这个精彩好戏啊 那就堪称好戏联台了 每一盘棋都可能左右 顺负的结果 行 这个开局挂完了之后 白棋是挂 好 鼓励九段挂 那么陈耀叶九段加工 这个我们棋友都会 白棋呢 黑油 现在是 这个叫鱼灰 这个叫鱼灰 这个超大肥 这个下法呢 其实古已有之啊 大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有 一度好像可以称为宫藤定式 但是这个话题太远了 我们不说它 我们看这盘棋的主题 陈耀叶在这脱纤了 陈耀叶这个意思 我觉得它是不是这边引针呢 引针对 贾先生你摆一个图给大家 但是我确实不知道它 我只知道这个为什么不跳 为什么不飞 为什么走这个 我们摆最朴实的吧 最朴实的那就是这个 大概是这样 然后它压住 然后它压住 它扳 你朝下骨 朝下骨 这个针子 那我这一下是打不着了 你可以打 就转换 它就竖下来 哪一个好呢 我们旗友可以判断 我觉得白棋还可以 因为主要它这个子不丢人 你拔完了之后 这个子还有点用 正好点在这个要点上 是啊 正常情况它是要挡的 因为这一挡是白棋很损 白棋损到这个玩意儿 是不是啊 问题是如果白棋可以 一朝期就把你拍死的话 你就有点受不了了 这样它就把你拍死了 哗啦啦 这经常可以用到的一句 这个古诗当中的一句话 万里长征人未还 这话一下撑掉了 所以我们来看陈耀叶这朝期 就有点意思 是吧 可能是跟这个真子有关系 但是我想给大家报告的是什么呢 它是可能有关去 莫须有三个字 但是也不绝对 因为作为黑棋来说 在白棋飘过来的时候 黑棋不必然 并不是必然要下这朝期 它也可以下别的 大概也有这个 也有 对 这个也有 你实在不行下这个 最原始的工程历史 靠这个也可以 那么这个要告诉我们大家 有什么信息呢 还是每一次给大家介绍棋局的时候 都要重复 说到不得不说 绕不开的一个主题词 就是现代年轻棋手的棋 非常自由 怎么下都行 信手拈来记文章 从这个角度来看 好 我们看它这个 当然你不走 鼓励就走了 它就靠 好 黑棋你不走 我也走 对 双飞燕的时候 最简单的下法 就是朝天上 两边同心走中间 而且还能针个线手 针个线手 但是针个线手 是不是就好 也不一定 假想我们有的时候 给大家介绍棋局 说这也不一定 那也不一定 说多了之后 可能把大家头就说晕了 大家会觉得围棋 怎么这么难 你好像没有是非标准 你这个人做人 怎么没有原则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真正我们围棋水平 比较高的棋友 一说到这一点 我们大家往往都可以 会心一笑 这就是围棋非常特点的 非常拥有的一个特点 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 不展开了 我们看这个棋 因为它有很多 精彩的故事在后头 双飞燕下沉 这样之后 白棋可以暂时脱下 它就顶住 那么黑棋呢 又从这边来迂回 它这边因为可能要发展 就说起来合情合理 白棋呢 再到右边来挂 这也合情合理 黑棋再来加 因为不然下一招棋 它从这回来的话 这一片好像 你觉得怎么样 白茫茫的一片 就像北京前两天的天气一样 但是白棋这样下就赢了吗 也未必 也未必吧 你也同意我的说法 这也可以 那也可以 这也不一定 那也不一定 真的就是这样 就是围棋它盘上 我们非常抱歉 很想跟我们广大的棋友 如果大家刚接触围棋不久的话 最好你能告诉大家非黑即白的结论 这样它才可以适从 要不然它无所适从 但是非常抱歉 如果各位水平提高一些之后 我们一定在这点有共鸣 我们也没法给大家斩钉截铁的说 这个是黑 这个是白 这个是好 这个是坏 没有绝对的 舞台上脸谱化的人物形象 那是另外一种艺术形式 是不是 更多的人是有多面性 好 我们不说这些 再看这个 那么都可以 下到现在为止 全都可以 非常棒 白棋家 对 白棋点角 这个定型是我们广大棋友 就是说 时不时下一盘棋的棋友 肯定知道 当今流行的定式 就是白棋不关了 现在就得直接点准 挖街 好样的 下一个虎 假倩我最近准备写一篇棋文章 我要解释一下 这个虎和这个街的逻辑关系 那么在这个之前呢 我先问问你 你能不能给大家解释 我估计你不行 你试试看 这个街和这个虎 它的逻辑关系在哪 逻辑关系 白棋虎这个的 意图就是很明显 下一首我逼着你去走这个 然后 这样的话呢 就是相当于这样 然后这两个 这两首交换 是不是这样黑棋亏了 黑棋亏了 我认为好像是黑棋烧亏 很好 同志们我们聊聊天 非常好 我也是 事先没有经过排练 我就是问一下假倩 但是我推测 可能年轻人对这个东西 他不是特别 他的心思没有这么多的 画在这个世界上 我呢 我一边给大家说一边 老子里再总结 把这个思路理起来 我看能不能三言零语 把这个逻辑性说清楚 要不然呢 你这个干巴巴的一个画面 你就说了半天 大家也听不明白 不能浪费时间吗 我也可以洗耳恭听 简单说来就是这样 就是如果他要虎 他要虎 简单说的对 黑棋必须打持他街上 这样呢 就是在左边这一带 特别特别大的时候 在左边这一带 如果白棋非常想要抢占 这一带的时候呢 白棋应该接 白棋应该接 如果左边这一带 就是上边这一带 白棋因为黑棋付出某种代价 可以让黑棋去占领的时候呢 白棋就应该虎 就是根据这个地方的价值来决定的 那么他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一接 他一定是立 是不是啊 那么你就搬 就是说白棋就一定要先搬 因为你不先搬就不行了 你不先搬他再一跳 你再要搬 企图让他来断 这有个很酷的变化 简单给大家摆一摆啊 你必须吃 他在low吃 你必须提 他一挡 这个地方白棋 这个叫适可忍输不可忍 棋子延边火也输 这不行 但是走这个呢 初棋无截 人家六亲不认 哄哄了下给你扒花了 那怎么办呢 嘿 怪 你跳完这个 他有一个苦肉计的节菜 有一个 那么他叫吃 你一提他就处这 这个一看啊 非常酷 触目惊心 哎呀 但是黑棋也很纠结 你挡这个白棋这招棋损了六目以上 但是呢 白棋下一步拔过来的时候 他六亲不认 所以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 他一提 黑棋一看 全盘无截 你不能被白棋把这个拔了 所以他只能接这个 那白棋把这个吃掉 这吃掉就化解了黑棋的所有攻势 尽管这付出了六目以上的代价 但他成功了 好 了解了这个逻辑性 再来看这个变化就知道了 当这边这个大厂非常 白棋非常想抢的时候 他就可以接 为什么呢 他一接啊 黑棋就不能抢这个 你抢这个 他搬 你搬 他接上 你接上 那我还是想知道 这两个和不交换有什么样 马上我就说到了 你现在断 他就不会吃这个了 他就要长了 是不是啊 这很明显 因此呢 他如果单接 黑棋就只能下立 只能下立 但是白棋付出一个什么代价呢 白棋就必须先搬 那么黑棋呢 如果你 刚才我们说了嘛 如果你走这个 黑棋跳 你在搬的时候 黑棋 它不是断了 它有加的可能 它一加 你不能出去了 你出去它断 鱼形把你吃掉了 所以你只能这个 屈辅这不行 因此白棋 有先见之明呢 就是当 他单接 请大家记住 白棋的思路是要抢这个 所以他也单接 迫使黑棋必须走这个 你不走这个 这样的大厂 刚才摆给大家看了 你要搬这个来不及了 你搬不着这一下 他就搬接走了 所以你只能走这个 好 他现在 这个时候他在搬 那么黑棋现在不能搬这个 你搬这个 他一长 一打一挡 你就对了 黑棋一定是断 然后白棋再吃 你必须吃 他提掉 你必须挡 黑棋再打吃 好 这会儿白棋说 我给你再见 我抢这个大厂 他如果单接 白棋就一定能抢到这个 因为他单接是强迫你来立 但是如果他虎就不同了 如果白棋认为 这个大厂你站也可以 但是我要先虎 我要让你吃到这 我一接上 现在黑棋不能立了 一立就明显后手 还是还原了 那么走成这样之后 当然黑棋就可以站这个 但是白棋就可以得到这个搬接 已经把大家说运了吧 我知道 总结一下 请大家记住这一点就行 这个定是我们下完了之后 如果白棋想要站这个 请大家注意 单接 如果您觉得这个不要紧 我想针这个二路搬接 那么你就胡 这样去想就想通了 行 这个以后 我写文章再给大家说的更细致 气质一点 在这就不要耽误大家宝贵的时间了 行 我们接着往下看 实际上也是这样 鼓励一虎 陈阳叶叫吃 他接上 然后他拆 然后白棋 白棋 小小的 看上去 不是非常刺激的一个脚步变化 其实他背后这些逻辑性的故事 非常有趣 当然没有那么直观 而且对更多的棋友来说 这个围棋怎么下都可以 但是愿意品味的棋友 在这个当中可以挖掘到好多味道 行 下成这样 我们看鼓励非亚 这个是双飞燕的电视 然后再飘 是吧 这个是比较潇洒的一个下法 全局千头万绪 他是想控制黑漆的发展 这个选点 是 他的意图是什么 对 其中一个内涵是这个 贾倩 就是其中一个内涵 那是他有这个 你不是要印吗 对 他在提吗 你在印吗 那么 这个棋呢 白棋不能先走 因为你先走 放在这不动啊 什么时候 黑棋在全局 没有特别着急的事情的时候 他就随手提你一下 虽然你也可以不理 虽然他下一步再提是后手 但是这个拔花太厚 这个确实对全局影响太大 如果你什么都不走 那黑棋下一招 没有特别好的补法 是 你说那他只补了一招 补了一招就补一招 他下一招就没那么厚了 因此呢 白棋有这个东西 我们再来看啊 这就是他们高手下棋的逻辑性 有了这个东西之后 我们就发现了 白棋要抡结的时候呢 当然根据情况最黑的 最黑有这个 如果他结材有的 你只有结 我再轮这个 再轮这个 如果他结材有的 你只有结 好 下成这样之后 白棋这个还不结了 他在外边已经增加两个字了 是不是 结不结再说 还有呢 他另一种下法 就吃这个也很好 你打不过只有结 他再把这个吃掉 因此这个变化 什么东西决定他的好坏呢 就是结材 就是草传借鉴那个鉴 那么这个结材从哪来呢 现在满世界没有 你要轮这个结的时候 就算你打这个结 他都可能不理你 嗯 是不是啊 再说他跳起来 你也很亏 所以呢 这个吊啊 他其中的一个意思 本来应该是 为这个结做一定的准备 举个例子来说 以肺 压 以肠 是不是啊 这空围得很舒服 还可以吧 哎呀 他这也压过了 你走了 这好想应该再退 你贴也可以 你贴它就长 这个还是不太舒服 以后被 以后被一般的味道不太好 讨厌一下 因此一般来说 你大概会再退 好了 你退这 我们发现 这有一个全世界最巨大的节材 这个你被他竖下去不得了 嗯 他给你玩这个 嗯 你看 他既遣销了你 这个地方既遣销了你 又顺便储存了 至少一枚重磅节材 他先扔布尔敦 扔这个 你肯定要提了 他 哎呀呀 老师没教过 这太熟了 但是现在是打结 那我算了吗 老师 你可以算 我请了算 哇 这算 这个不能算 我认为这不能算 这个全部裂了 反正也是火起 灵活转身 就这个意思 他的用心在这 就是其中一个用心在这 这故事很多 我们接着往下看吧 高手的棋 大概就是黑棋也不能用强 黑棋 对 就是黑棋大概跟着硬 凭高手之间的信用假签 他们两位都是世界冠军级的高手 张三下了一个这个之后 李四就知道 我第一感觉不应该唯控 因为我相信对方的判断 他希望我唯控 那怎么办呢 我就不唯 至少这个简单的推理 在实战当中 可以帮他节约很多时间 那么陈亚叶就选择了 最激烈的下法 是吧 靠 但是这样会不会给白棋 很多头绪呢 没错 这个就是 语人方便 自己方便 你给对方制造麻烦 自己也麻烦 经常都是这样 人生就是这样 你这个问题提的好 我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作为黑棋来说呢 还有一种思考方法 假签 就是他在六路边 一二三四五 二四六 六路边飘了一招棋 因此黑棋暂时脱限不理他 可以视为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利益 因为他下一招棋就算下到这 不过就等于走了这个再飞一个这个 何况这个形状不对 因此呢 我建议黑棋的另外一种下法呢 就包括这一代的大厂 是不是啊 是的 还有一个最狂的是冲 这个可以冲吗 可以冲 你只有打 先咔嚓 你只有退 就算你真正有力 我还可以压 再退 你再退 再捡回去 好了 这一代要出现战斗 当然白棋可能跟这有一些联系 但这边有个推土机 可以给它压得很短 这还可以接着压 刚才这个还可以再压 这个呢 是一个形起的方向可以考虑 我们的年轻高手啊 以古力和陈尧业他们为代表 还有现在14岁的谢尔豪 谢尔豪 这些孩子啊 非常优秀 进入世界前四名了 就他们的棋呢 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自由 正因为他们自由呢 所以经常他们的局面出现的时候啊 咱们可以选择的路是非常多的 是 非常多的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选项 不一定为此意图 但是是一个选项 所以现在的棋下起来 看起来都很舒服 而我们过去 像我吧 过去下棋的时候啊 常常就会出现 老师背着棋手告诉你 这个局面只此一手 下一个局面又是只此一手 经常都是这样 可想而知 现在的棋 你要从盘上找只此一手 很少 是吧 大概只有到 越到后面这个只此一手 可能会越多 对 好 我们看他们的棋吧 有很多可以选的啊 靠 但是呢 陈阳叶九段这个靠呢 我想把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诠释啊 甲浅 第一 第一 对 这个比赛 是重庆和北京的硬碰硬 是吧 北京也有夺冠的希望 第二呢 两位是主将 第三个呢 冤有头 战有主 这两位呢 他们在其他上 有一些过去的事 没有说清楚啊 陈阳叶夺了他的天元 好像两回 鼓励在世界冠军上一马平川的时候啊 在国内天元上被陈阳叶弄得够呛 好像是这样 天元战 陈阳叶夺了鼓励之后就是三四 他现在已经是至少是三连惯了 是吧 因此过去有些事还没说清楚 那么他们两位在这个场合碰上的时候 比我们看上去的这个氛围啊 还要较劲 这是一方面 还有另外一个元素是什么呢 鼓励九段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棋风是什么 陈阳叶九段的棋风啊 其实是稳中 坚有力量 他是这样的 注意这个平稳的结构 注意实地 然后呢 也有强大的力量 鼓励呢 好像正好相反 有强大的力量 同时呢 在尽量使强大的力量的同时 如果有可能平平稳稳的下人云 他也平稳 是 捞一点时空 挣点钱也很舒服 他也挣一点钱 就是这样 因此呢 他们下这个棋的风格啊 下到这 这条去我一看 就是陈阳叶 想用自己并不是最喜欢的方式 但是跟鼓励要较劲 但是我看这样的话 我觉得如果是不知道这盘棋的黑白棋的话 可能会觉得陈阳叶是白棋 鼓励是黑棋 有点这意思 有点这意思 我们看棋要看出这些味道就好了 就是我们说棋盘上有千军万马 经常会出现 虽千万人无王矣啊 这样的局面 这样让我们产生这个历史故事联想的这么一些线索 很有意思 要这样看齐就好了 那么接着往下说咯 下一条古力九段加是吧 这故事很多 加 照着行棋的较劲的过程呢 如果全局的需要可以的话 黑棋最较劲的是不理他 等于你先损了这个再来加这个我不理 但是呢现在这样下呢是不是好就不知道了 是吧 然后你再把这个冲断 现在黑棋这个大贴木是不是敢这么下 对 假设你说的更理论化 因为这个大贴子贴七木半 三有四分之三子嘛 但是我估计贴十木这样下是不是也可以 好好好我们看 那么陈阳叶就不肯 不让他连 那么古力九段呢就挖 当然 这有一个示意图也给大家摆一摆 就感谢他们 我每一次给大家介绍棋局都要感谢这些年轻棋手 感谢他们使我们看到更变化多端的棋局 考虑到刚才右边有这个节征的线索 所以呢白棋另外一个下法是什么呢 因为他明知道我搬 你说黑棋下什么 那应该是断吧 对肯定是断嘛是不是 我一般你要断 好 那么我在这个时候我就先吃 那么还是 你肯定要 你肯定要闷得蜜啊 是不是 你这个不闷怎么行呢 你不能走这个吧 这个他就另外一个外国人 叫豪富曼 这给你提掉你怎么受得了 这两个子全要死 所以他一定是五柱五棉被 他把你提掉 你再吃这个 好 这一瞬间 贾倩轻轻的一般 问你走着 那我可能就 这个就要胜轻了 还是要断 现在是似曾其虎 仍然要断 等于恨不得你敢吃这个 他敢不敢吃这个 那这个转化 你提这个 他退这个 就转化 白棋可以 这个白棋相当不错吧 是吧 我这几个交换好像也不 不太亏 因为毕竟有这两边的介入 亏也很亏 没有这个亏得多 肯定 没有这个亏得多 不知道 我觉得 但是这个是一个新奇的方向 我们也没有结论 就供广大的棋油 做一个选择 就请大家注意 我们顺便就了解了 右上角这个定型 它的一些特点 下到这的时候 白棋也可以暂时不走 先扣这个了 行 不纠缠了 走之头绪还蛮多的 蛮多蛮多 他家 黑棋搬 白棋与竹头 哇 接下来的招法呢 也是每一招都有千变万化 但是陈耀叶的下这盘棋 他的用力的这个心情啊 气势啊 是跃然盘上 好坏不说 他这个气势非常明显 我们看他叫吃 这个棋呢 这个叫吃已经有点 太凶了 假倩 正常是应该吃这个 要是这样的话 他就贴这个 你下一招其实先扳还是先断 应该是先扳 你先扳它咔嚓 它咔嚓了吗 咔嚓了 毫无疑问咔嚓 你没事 你找什么 它跟着你硬都行 举个例子 它就算跳吧 就算跳 你把这个拔了 他把这个上面都全吃了 这是一个变化吧 当然他还有这个了 是不是 加倩他还有这个 他吃嘛 那我就 他就算度过嘛 你双脚 你只有拔这个 他一尖全部是空了 你也不见得好 照正常的行起 本来这个是最稳的 但是 我们的意思要给大家说什么呢 当对方一锄头给你挖进来的时候 这个叫吃叫本手 这个叫强手或者过分或者是较劲 有的时候它能成立 是吧 我们由此来解读 陈耀叶的心情 你就可以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内容 他就是跟古力较劲 就是江湖人称古力的力量很强 他说我在有可能的时候 对不起 我还想领教一下 所以吃了这个 如果我们大家一定要问我的意见 我建议 如果各位当中有力量跟我一样弱的人 这期就不要吃这个 还是吃这个算 行 我们接着往上看 往下看 叫吃 然后再吃这个 你看他这个 这下法太凶了 你觉得吗 这个不吃的话 就马上要蒸了 所以说 对 本来他可以蒸这个嘛 你这不也是一个蒸吗 这个中央被拔花可以接受吗 甲钱这也是一个变化 你不然他这条气 他说我下这 这样好像还看不清 但是成员就知道 古力要强 他不会 他的第一杆不会让你拔 凭空就拔一会儿 怎么受得了 他不肯 所以他要长 那么古力就长 我觉得应该在对局的时候 古力也是一秒都没想 肯定会长 你打车我肯定长 因此这盘棋一直到后来 待会儿可以看到非常多变化 很精彩 话又说回来 是不是两位世界冠军级的高手 每一招都是对的呢 我们需要再商榷 但是画面非常好看 教师他一定常把接上 那么白棋跳 是吧 黑棋又把这个接上 这简直太要劲了 他就是在这个地方 把白棋的形状完全给你裂开 但是呢 人家白棋他也有 他也有退路 他也有做火的手动 对 你黑棋这个必须要补 补之前他先走这个吧 好像是 对 然后白棋管 很精彩啊 我觉得看到高手的棋的招法 同时看到他们的情感 和内心的活动 他这个也是 好像也是行的样子 也是行 不然你看被他一跳的话 这个马上 这一串全部薄了 瘦了 所以他先靠 这是个形 黑棋靠的时候 白棋只好拐 拐了下一步 白棋说 对不起 他这下来 这三个只要死 所以黑棋必须跑 对 然后白棋再贴 行 这棋还必须再吃 是吧 这个战役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白棋不错 哦 因为下一首 这个截好像是越来越重 对 虽然重 但是他还是要看截材 一跳 我同意你的看法 我的印象是 白棋不错 但是呢 陈耀岳他很有粘性 他也知道 你看黑棋用了重拳 在这砸 砸砸砸 砸了半天 这两只还没拔起来 而且呢 边上的空被人家 蚕食了一些 与此同时 白棋边上还藏着一两个眼位 一个半个的眼位 是吧 总的来说 确实是黑棋这个 用力过猛 但是棋呢 也很难说 他很这个 难蚕 很有弹性 所以陈耀岳这招棋 其实让我非常佩服 他跳 对 这招我非常佩服 佩服在哪呢 就这招棋一看 就不像好棋 因为它空间很窄 但是这条棋太有弹性了 使这个局面变得非常的千头万绪 我们待会就可以看到 它带了很多弹性 按说我们的形状感觉当中没有这个棋 你要补吗 你还不如直接补 是不是啊 但是它是不是下一手 要瞄着这个 对 它既瞄着这个 同时使这个地方似是而非 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接着看 什么时候你吃这个 它总是这个 你吃这个 它就是这个 你要抡这个 它就是提这个 大眼一看 觉得这个节好像白棋即使打输了 这个损失也是 不是太大 但是实际上也很大 关键是打成这个节 仍然要看劫财 同时呢 由于白棋存在着 被黑棋六心不认全部拔光 这一块如果变成铜墙铁壁的话 那么远远的这块棋啊 它不用直接进攻 你都感到不安定 所以这个结论就是 由于黑棋跳了这个 使白棋啊 没有特别好的劫财的时候 下不了决心来吃这个 如果下不了决心来吃这个 它这条棋又防了自己 然后又袖着你 你说 它不是很有弹性的一招吗 这条棋啊 低感不像好棋 但是仔细品味发现 好这个泪力很深厚 好 我们接着看 但全球形式 我认为是白棋还不错 57 然后白棋 58 跳 这个就 现在不担心吗 现在不担心 现在甲针比方说你要挖是吧 甲区 你不是要接吗 它接哪边呢 接里边 当然接里边 我断 你断 它就跳这个 这是手劲 这还可以打一下 不好办 这还可以打一下放着 手劲 手手放的 关键是你自己没有完全好 王老师我试试行吗 试试试试 试试试试 诶 诶 一个是这个甲针啊 它吃这个是不是也可以 就吃这个也 吃这个好像也行吧 吃这个肠 它 它有接 也不怕 它上边也有眼味 它就是说 它在里面做活吗 如果你外边有缺陷 它能够做活也可以 因此呢 它觉得暂时可以不走 这地方双方是个牵制 由于你这个变化呢 它也牵制了白棋 这一代的行动 行 我们接光一下看吧 那么 现在白棋 它不是担心黑棋冲 因为冲 白棋可以不理了 根据情况 它是担心黑棋这样 一锅端 所以它补 然后陈阳叶酒断 费亚 这其他应该是白棋 烧好 但是全局胜负还很难讲 黑棋长是硬手 是吧 对 白棋向力 黑棋跳 白棋鼓励挡 就这招棋 跟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招棋一样 蒋浅 叫吃鼓励一秒钟不用就长 陈阳叶走这个 它马上就一挡 我推测是这样 因为只有这个才有力感 好像它这个之后 在哪交换了 这儿 这尖了一个 这个尖也是要大叔特殊的一招 但是我们今天实际上来不及好好品味 就是说 它的好坏 完全说不清楚 但陈阳叶它确实有一个嗅觉 它觉得下边这一代可能要出现战斗 如果没有这一招 跟这一代将来都有关系 走了 但走这招棋也可能损 损什么呢 因为假设它非常着急的时候 它有这个 这招棋也可能要出现战斗 这个我是冲这边吧 对 你随便冲哪一边 你冲这个 它走这个 你再走这个它可以活 那么这个负担降低 但是陈阳叶就没有保留这个了 他是想预计对这边有些坚固 这些地方 高手我们打棋谱的时候 也许就是一招一试 一看这招棋黑63 大家没有什么反应 但是棋局发展下去 你会发现 这招棋子 他也是适应手 他走这个是不是 这边就有问题 对 是 但是他也付出一个代价 就是自己这边也受着影响 行 我们看这个 真正 我觉得要说的 富有戏剧性的一招棋 是这一招棋 这个打 和这个叫吃一尝一样 这个棋 其实它有 假设它有什么呢 第一个 右边这一代 这个就很大 这个就很大 这个就是一个好心 王老师 其实我没有看这个党 我是在看这首棋 那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好像是 就是业余棋手 大概二三段的时候 学棋的时候 老师都说 这种走过去 让白棋挡住 全都是俗手 全都是俗手 对 是不是 那为什么还要选这个呢 它很简单 第一个 这一代本来就大了 是不是 它哪怕就是 随便煎一个 不是也很大 就把你吃了 那么你如果说 从这来飞 这个棋形是 破了它的空 但是它效率不是很高 你如果从这来飞 它毕竟现在就可能有跨 而且它也可以不走 所以陈阳叶 现在形势比较吃紧 所以它希望 咬得紧一点 对 它可能还要 把你这个子隔断 它想 想是这样想的 但实际上 作为白棋来说 这会儿 我觉得从全局来看 第一个 这个很大 第二个 黑棋这个爬过 对白棋来说 不是很失尊严的事情 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这一代 不是十万火机 甲倩刚才摆的这个蛙 我是做了结论 说没有棋 但是它非常纠结 有好多变化 所以实际上 白棋如果能在这补一招 也是很厚的 也是很有价值 而且补完 我再给你论这个的时候 有点严重了 再给你论这个 就有点严重了 而且补完这还有跑 所以我是隆重建议 白棋现在 无棋自补 补这个 我建议它补这个 因为刚才我们已知 照我的判断 我认为是白棋烧好 烧好 你就有本钱 来调控这个局势 如果你行事落后 你不要调控局势 所以我是建议这个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 很快几遭变化下来 我们发现陈耀岳九段 它是归兔赛跑 飞快地就超越了 或者就接近了鼓励 我们接着看 陈耀岳他鼓励挡 哇 这个黑棋这一飞 白棋很难受 没有想到 满意为白棋不怕 一看还只好防 如果你要挡的话 它吃 很愉快 是吧 黑棋不能接 只能挡 挡的时候白棋不提了 从这飞出去 一下被动了 以后黑棋也不会走这个 只有论着这个结 结搞不好 他一拔了给你吃花了 但是呢 其就怪 你搬到这的时候呢 人家也可以不走了 人家看出我这个先手飞到了 所以下一招 陈耀岳跳这个的时候 我估计鼓励下棋的时候 心里在生气 在戳火 生谁的气呢 生自己的气 他发现这个气亏了 是不是啊 现在不可能吃这个了 不可能吃啊 现在吃中间这儿 你小心啊 这个地方好像 是不是有些是非啊 这是不是直接来了 直接来 不清楚 总而言之 走也没法走 他这段走也没法走 你说他要这样 一靠就吃掉 还有面子 我白给大家看啊 冲 他就吃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现在不知道是这个还是这个了 你不能这个 你这个他接上了 但是这个 这个结 这个你受得了吗 这个你刚才还稍微呢 直接就来了 哇 这个太恐怖 受不了 这个走两手 看着 触目惊心 这就没必要 还有一个 比这个更难看的是什么呢 你有这个 但是你跨这个的时候 要是黑棋 他结材不够的话 他不理你了 是 难道将来您在百忙之中 还要去补一个吗 嗯 所以 古力九段下到这儿 他突然发现在这一代 他没棋下 既不能跨 更不能从这儿过去 嗯 那你说他该怎么办 是不是啊 所以现在他这会儿 开始回去回补 你说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啊 现在去补 哎 这个棋很有意思 我们接着看 陈阳叶非常紧 他逼迫白棋出牌 你要定型 我让你来吃 古力当然不肯 这个 这个 甲田你能跳这个吗 不能 人家走三线 你走二线 不行 他就一定要走这个 这个他又顺势又再来 这些地方是陈阳叶九段 非常擅长的 看上去 你不涉及到性命攸关的问题 但是涉及到相当大的利益出入 嗯 鼓励 有人无可忍 选择这个窝 但是这个当时是白棋花了三手棋走的一个脚步 现在变成这样 难受 非常痛苦 难受 而且请大家注意啊 这一代 黑棋叫什么呢 四个字 这一代 原本叫破皮烂肉 没东西的 人家没有吃你就很客气了 我们接着往下看 黑棋下一刀小吃 没办法 现在只好挖 挖一个再来吃 是不是啊 嗯 这样的话还是损了 啊 结果呢 人家顶 陈阳叶顶 嗯 陈阳叶顶 哎 你不理我 下一步这个 嗯 你一吃我提 这要关门吃 除非您吃这个我给你打结 嗯 那么鼓励要补 怎么补啊 好 一看只好把这个接上 接上陈阳叶 继续 你怎么吃 啊 它是断断 你不吃我 下一步葱 把你全吃了 好 白棋一看呢 这个必须要补啊 补之前 那就作为手筋断一个吧 好 结果这一段呢 人家说 钉子是鱼琴 虽然是鱼琴 但是我紧着你的气 这下一步就吃要命了 必须补了 补 然后它再斑 必须挡 它再斑 这个还要紧着气吃 否则这个脚上又不行 又出气了 嗯 它再斑 还得补 得 这个地方 黑棋先手 嗯 刚才白棋有主动攻势的地方 黑棋先手把它吃光了 哎 虽然白棋比较厚啊 毫无疑问 这实地白棋亏了 这以后是白棋立一个的话 对 立它就挡了 嗯 立它就挡 没关系 这个脚里面是脚里面 你两口气都挤不上 啊 接着意思 但是有点味道 好 接下来呢 又出现了精彩故事 两着棋我们看出 陈耀叶下到这儿的时候呢 似乎这位年轻的九段啊 他觉得 这个棋啊 你鼓励也不过如此了 嗯 这个时候他应该感觉还不错 他就是觉得不错 嗯 所以他 你看他钉 他防着你鼓完这个这儿跑 我先给你扎了 那么就算你跑了 我也可以 可以棋给你吃 根据情况 然后下一步 他再一鼓 对 这两招可以看得出 陈耀叶九段得意洋洋的啊 好像收兵了 收兵了 嗯 嗯 我觉得如果陈耀叶九段 愿意自己总结一点东西的话 这种地方可能在心情上也可以总结 嗯 就是说啊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人群努力 嗯 经常都是这样 这个棋局啊 千变万化 所以他这个就收兵了 收兵这个成果很大 给大家数一数这块棋啊 差不多有25木棋 刚才我们认为是破皮烂热的地方 他有25木 嗯 大体上这个地方不两手 24681012 14 16 18 22 23 24 25 稍微这个地方走一遍就要拐弯 嗯 对 就要拐弯 25木 没有空的地方有25木 然后跟人家再见了 好像要赢了 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从顶尖高手啊 他的前景是顶尖高手 这个地方可能需要总结一下 这个地方真正好的下方是什么呢 就真正更有进取心的 是要防止他这个跑 这个 对 你走这个 他不理我就走这个 嗯 你是不是要理啊 你这个不理不好意思 那就这个吧 哎呀我再来 然后 先来这个吗 那个不来了 这个不是行 因为你已经跑不掉了 可是我 我尝 你尝我就跳嘛 嗯 所以我先扎 你这个要接吧 哎呀不会下棋 不会下棋 我再扎你一下 嗯 你是不是还要接啊 哎 这会儿我再来一壶 壶这个 壶这个 因为这个便搭 这个棋 我们就要领教一下古丽九段 怎么样把这个局面灯打开啊 他有招 我们就期待看他怎么表现 但是陈耀宥这个扎早了 他先扎 人家接上他在鼓啊 高高兴兴 鼓励当然是这个 哇这一跑啊 引出了天翻地覆的好故事 嗯 太棒了 哎 贾倩我觉得 他们这些高手 确实跟过去的围棋是不同了啊 哎呀这样一来啊 就全局啊 我们就 希望我们观众朋友当中 有围棋下得还不错的啊 你的仔细品 这个我也发现啊 可以选的路已经是不是一条了 哎 条条道路通罗嘛 还有 由于接下来两招棋非常像是手筋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陈阳月九段在下这个棋的时候 要么是有深思熟虑 要么是一瞬间他就反映到 我不怕你跑 嗯 所以他才会这样下 但是他说这个不怕被你跑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就有误算了 啊 一瞬间太有意思了啊 他冲 他冲 有一个变化要给大家摆一摆 趁着现在棋子还没摆满啊 摆一下这个变化是非常精彩 就是波澜壮阔啊 是什么呢 黑棋就是贴这个 啊 当然他这个刺客太遗憾了 先贴就好了 贴 白棋要拐吗 白棋肯定拐 黑棋先翻 下边一个棋的味道 简直是回头一笑百媚生啊 来一跳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四公非公啊 总之有了这个 这几个子淘掉了 现在你吃这个呢 他不要了 他吃 他是不要了 我还在算机里面的变化 他不要了 因此白棋要有先见之明啊 他就会发现 我吃成这样之后 人家不要了 这最怕人家不要啊 人家不要我这棋怎么玩啊 他哪怕是这个都可以考虑 是不是啊 这边有问题吗 有点小问题 问题也不大 然后这个将来你一段 他一叫吃 除非又打结 他把这俩给你耗了 因此黑棋还可能走这个 兼顾自己的空 然后袖着你走 你任何时候 夸张一点啊 任何时候不会挖街 这个好像没吃 还可以立是吧 立它长 他先手活了 要破他的眼味 这几个死不会死 对 也可以 他实在 千辛万苦他要吃就可以给他 这是一个变化 但是我们透视这个变化发现 刚才白棋有个次序没下对 接着看 白棋应该是在黑棋连斑这一瞬间 先叫吃 这就对了 会不会被滚包呢 这滚包不行 滚包它提通了 上边问题还没解决 它随便补一个 我当时走这个时候是怕被滚包 没有这个不行 这个一定要接 然后再弯弯绕出来 这个变化也是啊 哎呀 我觉得这个棋实在是太漂亮了 下成这样之后呢 黑棋下一招呢 由于你先损了 它可以补了 这讨价还价的结果嘛 因此它可以考虑 比方说贴一个 吃掉 一般吃它不要了 是不是啊 然后把这个地方冲断 或者是冲了拐 这个也可以考虑 但是呢 也是没有结论 我是把这一变化 摆给大家看啊 就是下成这样之后 我们发现黑棋下一招棋啊 有一个如果他是职业高手的话 他至少要花十分钟 来考虑的问题 贾倩 就是这两招 他补哪一招 这才是围棋的妙味 并不是说什么地方 你必须走 而是说这个地方你要走 你怎么走 正如比方说 我们有好到 那我这一下就不走了吧 别走 不 你不走 那这个子被他吃了之后啊 大 我还能跑 这个大概也是 也行吧 你一跑 他也是这样 贾倩你就补这个吧 你愤怒的补这个 那待会人家跳呢 你怎么硬啊 跳了 你早知道他要跳 你当然是走这个好 但是这个头软了 不是头软了 这儿 他待会给你打结 这个我还不怕 我只是怕这个冲断没了 就这个意思啊 顺着给大家说啊 总之有各种纠结 就是职业高手 他有各种纠结 就相当于你比如说 很好的房子修好了 要分给大家 你怎么分 这个可能是比你修房子 更困难的事情 围棋也是 你说这两招他怎么补 职业高手他头疼死了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变化 一定要带给大家看看 这是围棋当中的 一些非常好的味道 好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结果呢 哎 陈药业呢 他可能是很快 他就反映出来 我这地方有这两招 连换拳 我不怕你 我们接着往下看 太精彩了 还跳 他说你天他下来 这个地方 你不能给我切断 如果你这个断点要补 因为我已经很损了 这两招 这就征斥 对 你看甲天有一招 得 扭洋头 这好 他的意思是 我AB两点 这样合 对 所以他刚才 为什么下这个 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们确实要说 我们的职业高手 世界冠军都很了不起 但是呢 千绿一失 他们也有 他们没有完全 尽善尽美的地方 所以你看陈耀岳 他这个想的多好 而且说不定下得飞快 春风得一马蹄急 下得飞快 好 这个鼓励 下一招 当然是要反击 怎么反击 那就吃 哎呀 这一次我们发现 甲天你告诉我 在这个之前的这两招 是黑旗有先见之明 还是白旗好 我觉得不便宜 真马上跑不出来了 跑不出来了 是吧 不便宜吧 你说他不便宜 一旦他这三个子 牺牲的时候 他这个便宜了 而且这个便宜不是一般的 它是二般的 怎么会让人家吃 一接 待会他尝这个的时候 你有没有这个 这就是性命攸关的事情 是不是啊 所以他打的时候 我只能反打 你反打关子 你亏了一锣又一筐 是不是啊 是 那么你说我们职业高手 他们的棋 所以说他还是 走这个之前 这个必须要走 否则这杯一打 可能忍受不了 对 这个子没有 我觉得呢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品味 我们中国职业高手的棋啊 那是回味无穷的 不是简简单单 像来一盘棋 张三赢了 李四输了 不是这样的 太好了 以前我们留下一个千年 解不了的悬念 就是这两周 究竟是便宜了 还是亏了 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什么样的问题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太精彩了 陈彦彦当然是咔嚓 然后下边一招棋 鼓励咔嚓 先挡一下 这个是先手 白棋必须要搬 白棋搬的时候呢 黑棋最紧凑的时候 黑棋必须要搬 白棋呢 下一招这个搬 就不一定搬得到 有可能搬得到 但是不一定 行 那么白棋当然是咔嚓 哎呀 这个上边出现精彩变化 接着往下看 这一段呢 白棋显然是 黑棋显然不能吃这个 是吧 吃这个是最简单 一尝就行 因为这个要哗啦啦 下面一招棋一跳家 我这是不是连回来也行吗 是啊 我刚才这样 我直接连回来 好像很简明 不是 就是断完了之后 对 断完了之后直接连 但是最黑的下法 我建议还是要尝一个 是 因为你连回来 它轰一下给你薅了 那我就 你接的补 很难受 接 但是你看 如果你是这个效果就更好了 它必须接 你再跳 这不是更好吗 太子这个 你还可以接这个 你当然就接这个 它还得补紧了一气 能够多送一个 多送一个 结果下成这样之后 它咔嚓一段 陈牙夜当然知道不行 同时它也有计算 哎呀 这些精彩变化 叫吃 他们擅长的就是计算 太绝了 那我们必须得爬 必须送一个 下一步棋 我们停留一下 广大的棋 用这一秒钟一反应 大家一定有个反应 想起一个词 这个词叫什么 顶鼻子 紧起二子头你给他一顶 往往是手筋 就是有一点 就是计算的棋手 或者是对这个会比较敏感 对 是 这个是棋子接触在一起的时候 他一些不同的故事 太棒了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职业围棋 现在确实 我认为是世界第一 希望我们的棋友也同意我的看法 太精彩了 好 一顶 因为他们带来的味道太多了 绝不是我们简简单单打一盘谱 最后古力赢了 陈耀叶赢了 北京赢了 重庆赢了 不是这样的 就是围棋的故事一定是远远超越胜负本身的 就它胜负是没有办法 因为两个高手下完 你不能没完没了的下 你总要有一个结果 胜负是这样来的 好 我们接着看 下面一招棋 当然它就要跑了 接下来的一招棋 陈耀叶九段和古力九段 他们都有足够的计算 待会我们会尽量给大家展示一下 但是我的建议 贾倩我推荐一个图 棋子马王 对 这个图就是再爬 要摆给大家看一看 看起来不行 再爬吗 谁给你爬 我走这个 各位请看 贾倩有我棋子 哪那么简单 我拐呢 我再竖 再来看看 太精彩了 它这个要跑 咱打一下吗 我这下还打得着吗 你试试看吧 我要先打这边 对 你必须先打这个 吃 吃 对 它吃 你不立吧 是不是 不能立 你立我一接 各位请看 你以为你渡回去了 人家后边追着一吃 对不起 接不归 很怪异 所以贾倩虽然想立 他不敢立 这个题 对不起 我这是带响了弓箭 叫吃 我粘上 你粘上 对不起 我也叫 哎呦 贾倩记得看 我这不是有一个结吗 因为你外边是吃不着我的 我这一口干了 你必须吃这个 现在我这一题 首先请你找一个结材 顺便给大家说一声 非常不好意思 你现在找这个是后手 本身就不见得是结材 我这个也不是本身结 是 是 你这怎么不是 不是本身结 沾上之后被这 接不归了 没有接不归 你提通了 没关系 你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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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过来打吃这个 从这屁股后面 给我接不归了 哦 对 从这打 是 这不是结 那么你还有什么地方是结 试问你 什么 小倩你冲这个 你当心老师拿着板子 啪啪就给你抡下来 好 他说行 你就先损了一大板 然后你高高兴兴提过来 他就在轻轻的一接 你再走 你再走 那我可能 你没法走 你只能吃 你不能接 接他一气搓了 你只能吃 他再提 他说你再走 这我就是结了吧 是结 算你是结 这个结也不便宜 这个变化 摆给大家看看 不一定成 但是我说 这个变化非常有趣 请大家注意 这种棋 在棋谱上留下来的话 我们两位大友 他们脸上 是会挂不住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 太好了 所以这个变化 是非常之有趣 我们再看他们实战 贾倩显然还没反应过来 他还在想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我推荐的 但是不一定对 那么 它是这样 对 结果他没有再爬 陈亚叶挡 这个也很精彩 带给大家看看 你查 他再挡 鼓励吃 那么下一招 他利 这个利也是很奇特的一招 本来是要给大家摆一个结果 本来是应该吃 再下蹲 好 下到这招棋的时候 你看你一接 他下一招一跳 这个是好奇 如果你一挡 他一路一搬 还有赖皮结 他一跳 但是跳是不是就很要命 实际上他这个可以不接了 就是说白棋 实际上也可以 可以先点 是可以先点 现在就点 他接 你接不行了 就成结了 他肯定要把这个吃通 你吃通的时候 他再把这个 我这个是后手吗 这个是先手吧 我看看这个次序是怎么样走 走成这样的时候 没有 他就走这个就行了 他先跳这个 因为你要吃这个 他这个吃就已经通了 他自己已经先手连通了 然后把这个挡住就行了 要拼命还可以飞下来 所以这个地方本来 原来这样下也是一个变化 很复杂 结果陈阳叶这个还要力 还要力 我们接着看鼓励的 它是接 黑棋当然这个就必须接了 白棋再拐 这段黑棋是大亏了 就是在这种特别刺激的战斗当中 看上去不是陈阳叶九段最擅长的 而相反呢 可能是鼓励九段最擅长的 它叫吃 它在靠 这你必须吃 得 它这已经 这一下被打成包子 它已经连回来了 嗯 是不是 你必须提 哎呀 你说我把这吃了 它连回去 我们这个秋后算账再试试 没想到 这怎么还有一个东西 人家还不善罢甘休 那它不是这个 它是这个 你必须打 它就搬这 然后再搬 这个鼓励太讨厌了 这又弄出一个缓细节 但是请大家注意啊 这个棋很精彩 下到这鼓励下得非常漂亮 但是你说它就赢定了 也不一定 好 还有一个赖皮节 怎么办呢 当然玉杰只有先提 他说打一下 必须接上 他就把这个提掉 这个棋呢 就非常头疼了 头疼在哪呢 黑棋不能退 首先 无处可退 那么你打这个节 稍微招法不紧凑啊 待会儿 你被他抡到这儿来 你就开始要哭了 这就要哭了 是不是啊 最后万般无难 难道您还要接吗 那可都不死 这在一树下去 我也输了 所以这期呢 是黑棋比较头疼 好 这会儿呢 陈阳叶是好样的 他下一招棋 拌 靠 非常精彩 鼓励当然是一样 他一以贯之 坚决不退缩 班 陈阳叶有班 对 下边一招棋鼓励吃 这个两个人啊 下棋 就是我们盘下是朋友 但是在棋桌子上 确实是对手 这棋呢 白棋是可以 哎呀 温年功俭 得饶人处 铁饶人 还是这个节好一点 但是不 鼓励他一定要吃 那么陈阳叶当然吃 他一旦把那个提掉 这个我当时觉得 这个好像已经可以满意了 不行 他没活 他提了你整块没活 甲前你刚才那个西式宁人啊 是让人家活了 他说不 黑棋提 白棋跳 黑棋不得不再补一招 顺便说一下 整个的结果呢 中盘阶段陈阳叶走到这的时候 在这一瞬间 在这个补之前 我认为黑棋已经优势了 逆转了 但是补完了之后 被鼓励一跑 这个地方陈阳叶没有下出 刚才那个最酷的变化 现在毫无疑问是白棋烧好 行 我们接着再给大家看一些招法 这个棋非常精彩 下一步贴 现在他换了两手棋 把上边吃掉了 贴 这个当然是斑 你必须斑 这当然长 现在问题 如果是假设 你去下 可能你最重要 都怕他要吃你了吧 怕不怕 我黑棋的话 有点担心 你要贴 长 你要再长 这个应该还是先手吧 是先手 就这意思 给大家摆一摆 鼓励大举为重 没有选择 吃得很清楚的下法 他先靠一个 扳 他再一鼓 吃 他这地方先尖顶了一下 对 贴的时候先尖 对 贴完了 这个是左下角 这个定型的定式 中盘定式 那么黑棋现在大举为重 只有吃这个 如果你退这个 被他把这个接成铁头 那重要就危险了 危险 所以他只能忍痛 隔爱 吃这个 那么鼓励 下成这样 算了 黑棋再尖 是吧 这样就算他活了 白棋再尖 这就活了 嗯 黑棋挡上 这一下一直没吃 没有 对 行 非常好 最后一个故事 再给大家讲一讲 下边这个吃 哇 这个是最大的关子 这个棋下成这样之后 好像是 白棋烧好 白棋爬 黑棋翻 谢谢 对 然后陈阳也围这个 这个也巨大 然后在这一代定型当中 鼓励九端 稍微亏了一点 但是后来他发力了 下得很好 这地方如果鼓励九端 后来这边断出来 又打了一个截 嗯 本来呢 这个棋大概先提掉好 最后还是要给他 给大家简单的写一几招 这右边这个棋形呢 立下来是没事的 是吧 但是呢 白棋有个妖怪招呢 本来是可以先点 这招其实收官是好手 本来这个是好手啊 这个很难受 如果你要组住这儿再来一下 哎呦呦呦 这个刀八糊 这为什么要组住呢 对啊 你不组住就走这个嘛 他就搬了 啊 搬接把这个四目走掉了 等于先手先手五目啊 就鼓励这个地方错过了 所以后来这个棋很细 但是最终呢 还是靠战斗取胜 简单摆两招啊 他是立 嗯 绑住 拐 这个错过了 对 请大家注意这个形象 这个妖怪这一点 太舒服了 但是他也有他的道理 他是中间他可以吃掉 对对对 他也走这个 鼓励酒断吃 陈瑶月酒断之后走这个 是吧 嗯 这吃一下 必须接上 然后把这个提掉 下一招摆在旗带上 我们要吓一跳 呦 陈瑶月到这儿来了 本来呢 正常的分寸是这个 但是可能他觉得这样会稍疏一点点 嗯 可能要稍疏一点 后来到这儿去了 这个 因为白旗这个提还是先手 而且呢 这个地方已经吃成这样了 确实是过分了一点啊 嗯 但是呢 我觉得我们这个提介绍也可以到这儿就结束了 然后再来回味一下就行了 给大家报告一下 但是呢 陈瑶月知道 平平常常的下 他多多少少要素一点点 就这个吃是先手 这个没大问题啊 被他东靠西挤的会挤一些关子 所以最后天儿着想到这儿 然后最后还鼓励稍微有点懈怠啊 这个没提被他吃了还退 嗯 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大杀症 但是最后白旗也没有问题 自己也挖了 第一个是 哦 是的 嗯 那么 最终的结果呢 还是鼓励九段是中盘获胜了 嗯 我们回顾一下这盘棋的话呢 哎呀 相信我们的棋一定有同感跟我 就这盘棋太精彩 故事非常多 嗯 你比方说在右上角 这个普普通通简简单单定是它的逻辑性的问题 究竟该虎还是该歇 还是该接 回向斗的回有几种写法 是不是啊 嗯 这个是很耐人寻味的 哎 如果大家对这个不感兴趣的话呢 那么 这个变化也很精彩 这一线 这一线真的太精彩了 昌海上海了 我好好试图 哈哈哈 我们建议大家 陈耀叶最黑的下方是多爬一个 嗯 你觉得呢 爬了 先横着爬 横行 再给他冲下去啊 嗯 不知道他那个怎么样 但是我知道他实战是亏了 黑了 所以说 有此推理的话 他可能应该那样 对 但是这一代陈耀叶下得非常好 他在这搞的鼓励 很难受 嗯 这个空全部都被人家卷光了 好 嗯 总的来说呢 贾倩我们觉得是跟大家一起欣赏了 一个非常好的棋 对 也跟王老师学了一下 你的逻辑 没有 向他们学一下 好的 那我们这盘棋就介绍到这 嗯 好 感谢二位高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 文凭论道 到这里呢 又要和大家道一声晚安了 奇形天下 奇乐无穷 各位奇友 咱们下期节目 再会